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11月28号吉林晚间新闻 我是郑君云 东岸林外道路正在开瓦施工 结果落石掉落砸到家门口 让住在中正路230号一带的居民吓坏了 看看这住家门口铁栏杆的凹痕 就知道石头落下来的力道有多大了 住在中正路230号一带的居民都吓坏了 恐惧到整个房子都离开了 这种工作中是我们没办法说的 不要说过业 不过来说如果做好事就完整 做好事就成功 不要说好了 在这儿围里面或是说什么 在这儿困难 这样就办办嘛 这次最后面你现在做好事 他叫我们抢上去 因为我们只把我抬着了 如果要做大厨大厨的时候 就是把我抬着了 把我抬着了 我家里落着了很大厨 所以我怕 这一天我坐了很大厨 他站在这儿都拍了 他主角说那厨没这么卡在了 整厨 就把我抬着了 放多厨厨才不知道 沿着楼梯继续往上爬 还真的是令人大吃一惊 整面山开挖 落石树枝都挤在防护网旁 如果没有防护网 后果不堪设想 做东岸高架公路 造成这个 被破都 热石都滑下来 已经好几次了 所以说这个是很危险的情形 市议员蓝敏黄 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开 要求施工单位全面停工 将破损的防护网 补墙修理完毕之后 才能继续施工 东岸高架道路施工 开挖过程当中 没有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 才会造成这么大规模一个崩塌 压强来施作 这个永久性的防护型钢网 以确保未来施工过程中 不再有类似的情形发生 同时我也要求基隆市政府 要确实来监督 以后要定时来观察 整个施工的过程 如果再不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话 我们就开状况来处分 开挖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一些落石 大概落到防护网的外侧部分 这个我们马上会做改善 南医院要求我们在三天之内完成 我想说在三天之内 我们大概是先把防护网 外侧落石的部分先清除掉 然后再把这个厚实防护网修复 公路总局方面表示 会完全配合地方要求 边坡区域会加强防护 让当地住户住的安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